台湾偶像剧一姐见金钟事后林依晨工作不断 代言广告更是一个接一个 不过说到感情事似乎就没有什么着落 在这一天的公开活动上 依晨还在心意卡上写下了愿望 希望City的Mr.Right快一点出现 愿我的Mr.Right健健康康蹭蹭烂烂的出现在我面前 你找到Mr.Right 我相信他在路上 叫很多人追你 算算大概有什么 没有真的还好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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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样 没有没有这还好 那你有对的女人有喜欢过吗 有心理的 或者适合上场过去 就我现在工作的状态 连阿嬷都快两个月没去看了 我觉得就还不能给人家有好恐怖的恋爱 就对 你还是永远都想吧 嗯 其实依晨不想继续单身的话 也要想想办法才行啊 就好像公开自己的择偶条件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哦 类似哪一个国外啊 嗯 乔治克隆尼那种吧 可是不用年纪那么大了 嗯 对 你喜欢那个忧郁型男人 不是我喜欢有一点 有一点年纪的历练的 对 嗯 那是希望说以后最相达不容易 那很难比我小 对 希望 这个比你小的女生吧 就至少他心理年龄要 要高于我 基本上选一个人不会在乎他的国籍怎么样 然后他出生哪里 我觉得只要合了 其实他其他的条件基本上你都会看不见的 现场请了算命老师替林依晨测验真命天子究竟在哪 选到A的呢 依晨会吸引到的是 谁 阳光行男 你看是不是 哦 哦 林依晨表示测验还蛮准的 阳光行男刚好可以和他互补 因为我自己比较多求善感一些 所以我可能会希望 我的他会是把我从那样的情绪 就是很快的把我拉出来 然后晃醒我 就 哎 哎